南海六斤 最高是早期漢年先民 土海來臺大的重要水路 也是航天上最大的方限 台灣海駕全長約350公里 平均看到180公里 平均最輕60公里 是連結阿修大陸 南海旅遊跟南海旅遊的唯一通路 其實我們常常會講說台灣人精神 從早期的移民在橫渡台灣海峽 海峽南部是最尖大約20公車的台灣牽湯 牽湯南邊的海底地形是出坡 這裡的南海海盆 東邊就是最尖一百公車的平洋水路 早期的話是這樣子 史書上的記載是一昼夜 大概就是28個小時左右 史書上描述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兩艘船或更多的船 同一個時間出發了 有些人他安全地抵達了 可是有些人一天沒到 兩天沒到 好多天後來都沒到的 海峽由南鄉北 因為台灣島東西南華分牢 因為平洋西方北上的海峽就是大漁 甚至平洋水路北漏的海峽就是小漁 因為小漁 每一小時的館到兩點三個剎樓 半島海水中的燈這個物質 後來頭的直接照到青天的水堆 結果翻證出像黑白色的沖南海水 所以自國以來 才會給它合作黑水溝 我們講說過這個黑水溝 一般來講過去清代的時候 因為人口壓力的關係 移民不外乎往南洋的方向去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個洋流的關係 順著洋流 你很容易到東南亞這個地方 然後再回來 可是到了台灣之後 你有許多的一個挑戰 你要過這個黑水溝 那因此我們會講說台灣人 其實具備了這種冒險氾濫的一個精神 在固定的流水引力 整個水流複雜的海底地形 以及一萬年變化的天氣作用的 自國以來 就跟台灣和阿修大陸旗艦 作為靈魂移動往來的天陷 他以前在沒有GPS的年代 是必須透過的季風 然後再考量他的海流 洋流是怎麼走的 就是他必須要去掌控這兩個姿勢 他如果沒有這種地球 他的純有 定義是 其實我們說的就是 蒙蒙渺渺 一直到十六世紀 大海世紀的全球沒有開店 讓人們佔領台灣 民調萬年年時世紀 以及清台和人都害他困 日前後的國民政府鐵隊來台 都也是 返得到黑水高級來 所以以前的人在篩準 因為氣候的變化 也不是說 我們完全都可以完全掌控 所以它會衍生出一種 一種倒天祭地的信仰 就是說 會說 我們萬一來保密說 這樣平安 人就會顯得很謙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民鄉漢渺 是神明來台最大難堆 十七、六四、三樓 一回頭的古早月 深刻描述了 渡海的深山下 讓水高的鄉陷 雖然是一段未能摩滅 奮渡對深深淵的歷史記憶 這也是漢人、神明 開天驚洋海洋 無险慣難精神的最重 台灣一直以來 如果你把它定義為 就是一個島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的發展 是很局限性的 可是如果台灣 你把它定義成一個海洋的台灣的話 那麼我們的發展 其實是四面八方 而不受一個海島的限制 在做夢和希望之間 海洋不是基礎 你是通路 它是基礎的 也提自然 FOMOSA 美麗一島 海洋台灣 海洋 大水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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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